今天中共网线办宣布了对大陆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的行政处罚决定 网线办表示滴滴出行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 根据裁决内容对滴滴处罚是80.26亿元人民币 对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伟和总裁柳青各罚款100万元人民币 那么滴滴出行公司都干了什么呢 网线办将滴滴的违法事实归纳成了八个方面 分别是 1.违法收集用户手机截图信息 2.过度收集用户剪切板信息、应用列表信息 3.过度收集乘客人脸识别、年龄、职业、地址等信息 4.过度收集乘客的精准经纬度位置 5.过度收集司机学历信息 6.在未明确告知乘客情况下分析乘客出行意图 7.在乘客使用顺风车服务时频繁索取无关的电话许可证 8.未准确清晰的说明用户设备信息 网信办还表示此前的网络安全审查还发现 滴滴公司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 以及拒不履行监管部门的明确要求 阳凤因为恶意逃避监管等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网信办表示滴滴违法问题证据确凿 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 应当从严从重予以处罚 董事长兼CEO陈伟和总裁柳青 应该对诸多违法行为负主要责任 因此对这两个人也是各处罚100万元的罚款 对于网信办的处罚 滴滴还算是实相 很快就做出了一个积极回应 滴滴在官方的微博中声明 诚恳接受 坚决服从 并深入自查配合监管 认真完成整改 华人街日报昨天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对滴滴的处罚结果公布以后 当局可能会放松 禁止滴滴出行在他的平台上 增加新用户的限制 并允许这家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 移动应用程式在国内恢复上架 报道中还表示 滴滴APP每个月 在中国有几千万的用户使用 罚款也可能为滴滴铺平道路 这家网约车公司可能会启动在香港上市 对于滴滴被处罚 很多人认为是当局没钱了 现在对大的科技公司在收割韭菜 的确 割韭菜冲击 中共在最近这两年做得很顺手 动不动就开出大额罚单 从小的个体私企到大的科技公司 中共是一概不放过 中共割韭菜的情况 我在多次的节目中也都谈过 这次对滴滴出行的巨额罚单 明显也是希望借此来填补巨大的亏空 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网信办列出的这个罪名 大家会不会觉得80亿的罚款有些少了呢 或者说是重罪轻判了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重点 滴滴的罪名很重 但是罚款相对较轻 我本人对滴滴没有任何的看法 咱们只说这个事 以滴滴的罪名 其实他能活下来 我觉得都是北京当局在高抬贵手了 或者说是滴滴胜利了 大家看一下网信办的说法 他虽然没有列出具体的那16项罪名都是什么 但是归纳出的这8类违法行为 也是相当严重的 在运行的7年当中 滴滴收集了海量的用户和司机的个人信息 包括近1200万条手机相册的截图 83亿多条剪切版资讯 应用列表资讯 1亿多个人脸信息 5300多万年龄段资讯 1600多万职业资讯 近140万亲情关系资讯 和1亿5000多万打车地址等等等等 网信办说 根据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及行政处罚法等法规 对滴滴进行处罚 其实我觉得这是给老百姓在看的 意思就是告诉老百姓 个人的隐私是不应该受到侵犯的 但实际上 看过了网信办给滴滴列的罪名 还有人相信自己有隐私吗 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 我们要接着说网信办给滴滴出行的定性 请大家注意 网信办后面还有不太显眼的那么一句 但是却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句话 就是涉及国家安全 这个定性是相当严重的 涉及到了国家安全 已经就是意味着罪不容束了 其实就这一句话就够滴滴死两回的了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 网信办仅仅是对滴滴进行了行政处罚 罚款80亿 以罚代打 也就是说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所以在我看来 以网信办的这个定性来说 别说罚滴滴80亿 就是像当初阿里被罚180亿 我都觉得不多 公开的资料显示 滴滴出行去年总营收是1738.3亿元人民币 2020年的收入是1417亿元 那罚款80亿 仅仅就是大约相当于去年总营收的4.3% 大家还记得中共对一些明星人物的罚款吗 最早对范冰冰的罚款是8.8亿元人民币 然后对郑爽的罚款是2.99亿 对直播带货一姐 维亚的罚款是13亿 对一个个人的罚款都是这么多 数以亿计 而对一个大型的科技公司 仅仅就罚款80亿 算多吗 太少了 滴滴应该是偷着乐 那么为什么滴滴被重罪轻罚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重点 成为柳青被特别点名罚款 涉及到中共的内斗 而在这一轮的内斗当中 习近平貌似是占据了主动 实际上是受到了阻力 刚才提到了滴滴收集了海量的中国用户 和司机等人的信息 这样的做法在中共当局看来 已经是危及到了国家安全 为什么会危及国家安全呢 这也要从两点来说 首先就是成为和柳青的背景 北京当局没有办法放心 先说成为吧 他创办滴滴出行之前 曾经在阿里巴巴集团任职8年 是当时阿里巴巴B2B部门最年轻的区域经理 我没有查到成为与马云的关系究竟如何 但是估计能在一起摸爬滚打8年 关系应该不会差 马云的背景色彩是比较明显的了 他和阿里巴巴的腾飞 与江泽民家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成为会不会通过马云与江家人认识呢 虽然这方面的消息是比较少 但是北京当局会不会有这种怀疑呢 我想会的 除了成为 其实更让北京当局无法安心的 是滴滴出行的董事兼总裁柳青 柳青是2014年空降滴滴 出任首席运营官 第二年是升任执行总裁 进入滴滴之前 柳青是高盛亚洲区总经理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计算机系 有哈佛大学的留学经理 但是更让北京当局无法安心的 却是柳青的父亲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原籍江苏镇江的柳传志 在江苏老乡江泽民掌权时期发迹 并且迅速做大 柳传志通过担任神秘顶级富豪组 泰山会会长和中国企业家 俱乐部主席建立了所谓的 IT教父级的地位 其中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当中 马云和万达创始人王建林 这两个人都在其中 在早年联想集团的董事会当中 有一个独立非执行董事会成员 马雪征 这个人曾经给柳传志当副手长达17年 马雪征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身份 他是大陆知名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博裕资本联合创始人 博裕资本的情况 我们之前有个多次提到 他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立的 而马雪征也是博裕资本的联合创始人 能够和江孙一起共同创立公司 想必他们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应该是深得江家信任的 通过梳理这些关系 我们就可以看到 滴滴出行的两名高管 都与习近平的死敌江泽民存在着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极有可能都是江泽民阵营的人 滴滴出行极有可能就是江泽民阵营捞钱的一个工具 杨泽民阵营的人掌握着海量的中国民众信息 你说习近平能睡在他什么 特别是第二点 滴滴出行他准备是在美国上市 在美国上市 往小了说 滴滴出行是要避开中共的监管 如果往大了说 他掌握着海量的中国民众资讯 这样的做法就有叛国的嫌疑 所以习近平当然是寝食难安 大家注意 这次特别对程维和柳青市单独点名进行处罚 而在此之前没有过限利 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曾经被处罚过 但是马云马化腾都没有被单独点名 也没有被罚款 没有被追究个人责任 那为什么到了程维和柳青这就被单独点名 并且罚款呢 这很可能啊 是习近平阵营与江泽民派系的一个决力体现 如果真的按照滴滴出行的这个罪名来看的话 那么程维和柳青作为直接责任人 背负着叛国的嫌疑 很可能要入狱的 但是也没有 仅仅就是罚了一百万元人民币 一百万对普通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有的人恐怕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但是对程维和柳青来说 一百万算不上什么 九牛一毛 有网友打了个这么个比喻 说这一百万对这两个有钱人来说 是十元和一百元的区别 就是说对程维和柳青的处罚啊 是相当轻的 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免刑了 习近平不想重罚吗 不太可能 因为习江两派势同水火势不两立 我觉得习近平想重罚 但是遇到了江泽民派系的阻力 所以不处罚是说不过去的 而处罚太重又阻力太大 怎么办呢 选择一个折衷的办法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下方留言 发表您的观点 谈谈您的看法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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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